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忍住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黑猫侦探社人间部落分的主播 以及我在地球真好玩节目里面的老搭档 老刀蛋 迷仔 欢迎 观众朋友们 日谈的听众朋友们 我想死你们了 你知道我多久没来上日谈了吗 哎呀 盼星星盼月亮啊 我终于 我终于再次在日谈梦园这个节目出现了 然后我是第一次在 叫什么来着咱们这里 维他命 我第一次在维他命出现 我才发现有没有讲我们的节目名字 就是 还有嘉宾Q你说说咋回事啊 那我得重新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嘛 不用不用 有小北跟柯子出场 谁不知道这是维他命 是不是 你们这个标志性声音一出现 好吧 对吧 然后还有我这种就是图谋不轨 想野来搞点事情的人一出现 很开心啊 很开心今天过来跟他们俩一块录节 嗯 也很欢迎咪仔来维他命 不过今天还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吧 咪仔可能有所不知道 维他命 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月根栏目 然后我们上周刚刚更新了一期节目 转头现在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个曝光频率还是连根两期 其实不太符合我们的常规节奏 嗯 今天这期节目呢 其实是一期国际劳动妇女节 特别加根 因为我们维他命一直以来 都是女生在一起对话聊天的方式和大家相聚的 我也经常看到评论区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 每个月都很期待我们节目来补充这个精神维他命 所以也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嗯 其实在这样一个庆祝女性成就的节日前后 我们先后推出了两期节目 也是我们自在发生的一个特别设计 在这里呢 也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这期节目呢 是拥有200多年历史的 知名咽喉护理品牌龙脚伞和小宇宙联合推出的 这次我想大声说yes播客企划系列节目之一 对 龙脚伞呢 是我们自己一直有在使用的护嗓品牌 这次我们很开心收到龙脚伞和小宇宙的邀请 在国际劳动妇女节共同为女性每个自在发生的时刻而庆祝 作为这个拥有200年历史的咽喉护理品牌啊 龙脚伞以守护大众自在发生为价值观 龙脚伞呢 尊重每一位女性的自主发生权 主张女性不被定义发出自己的声音 非常感谢龙脚伞赞助本期维他命 对 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就想和大家聊聊羞耻这件事情 首先我觉得我们得定义一下羞耻是不是 来嘛 定义嘛 肯定大家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 来来来 我们来羞耻play一下 我就知道他要来这个 什么接下来就不能播了 别这样 就不能播了 这个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啊 因为我觉得我是蛮个人的有一些羞耻症 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被叫大名羞耻 就是一直以小北这个一名在江湖上闯荡 但是只要有人叫我的大名 我就会感觉到要羞耻到大叫 或者是想找个洞钻下去 你是羞耻是吗 我是害怕 我老觉得我妈要找我 我不是害怕 我就是羞耻啊 但是我有这个羞耻症是有一个故事的 就是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 因为我数学特别差 就是差到 课子你笑啥 文科生 文科生 然后数学特别差 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 因为我听不懂 所以我就一直在座位上 跟旁边的同桌就是说话 然后聊天这样子 所以老师就非常的不喜欢我 然后我们的数学老师有一个毛病 就是很喜欢出一道题在黑板上 然后叫下面的人上去做 对 就当着大家面 然后你要在黑板上演算 这个题是怎么演算的 死亡点名吧就是 对 但是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这样 就明知道我不会 然后也知道我在开小差说话 然后还要叫我上去 于是我就经常被老师叫上去 你觉得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 老师 我也叫你 你多讨厌 不好好学习你 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就在羞辱我 他就是在羞辱我呀 就是他就明知道这个人做不出来 然后呢 他把我叫到黑板上 我现在还是有这个画面 就是黑板上大大的这道题 我也看不懂 我只会在黑板上写一个解 解 然后我就在上面假装思考 然后大概思考个十分钟吧 所有的就是教室鸦雀无声 就看着我在上面假装思考 但是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只写了个解 然后最后老师站在众人的沉默中 把我叫回到座位上面 所以从那以后 然后就是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就会回想起那个 在黑板上做不出题 然后被众人瞩目的我 所以从那以后 PTSD了嘛 对 我就很讨厌别人叫我大名 因为我就觉得说 天哪 又要羞辱我了 是不是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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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那这个经历确实感觉不太好 但是因为我脸皮比较厚 所以我就觉得 反正你也知道我做不出 你让我上去 我就上去了 就是我也没有觉得很可怕 说实话 一堂课45分钟 那个老师让你在那站10分钟 我现在严重怀疑 那个老师他自己想摸鱼 你知道吗 他不想上课 哎呀 我就觉得 现在老师应该不会这样了吧 就如果同学 比如说学生 真的在上课开小站 就你点名他就好了 就不要让他上去出丑 我真觉得这样不合适 好吧 那你们呢 你们有什么非常个人的羞耻呢 我这样啊 就是首先我接到这个题的时候 柯子跟小北说 蜜仔你有什么好羞耻的吗 哎 我想半天你知道吗 因为首先我这个人 真的不是特别容易羞耻的人 然后我憋了半天 我想说这除了当街窜息 还有什么值得好羞耻的 就我想不出来 因为我真的不是很要脸的一个人 后来哎 就这样 就姐妹们聊聊聊 那天晚上就打电话 跟我聊了一个小时之后 我突然发现 我也是会有羞耻的地方 比如说 我有个很怪的点 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 如果我身边有人 朋友也好 家人也好 我不敢哭 我哭我就会觉得很羞耻 我觉得表露自己脆弱的情绪 对我来说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对 那我稍微也有一点 哦 是吗 对 能忍就忍 但是经常忍不住了 对 然后你就在那边擦脸 然后你还想说 他没有看到我吧 我其实就是眼睛就有点疼 然后就要抹一下 其实就觉得羞耻 但我好像没有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 都是大哭特哭 真的吗 对啊 如果真的是有电影 我就会大哭特哭 而且我会哭到那种 就是拿那个餐巾纸 醒鼻涕 会很大声的 你会抽气吗 你会这样吗 对抽气 会抽气 完全不顾身边人的死活 我觉得 你回国 咱俩就看上电影吧 可以可以可以 这约的这什么局啊 你们带上我 我想没关系 我真的不太行 就哭这件事情 特别是在我爸妈面前 我是打死哭不出来的 不行 就是自己破不了这个房的 你能强行忍住 对 你是要强行忍住 还是说你就哭不出 强行忍 然后就是在脑海中 想那种非常欢乐的事情 但是跟那个电影悲惨的画面 一比更想哭 就想说好心酸啊 对 更心酸了 是不是很奇怪 我这个点 对 因为我也相反 我在我爸妹面前 我妈随便说一句 我就哭了 然后别人同样一句话 我就哭不出来 真的吗 那可能我日常 就是那种战事的 一种形象出现 所以哭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不敢想象的 你是偶像包袱啊 战事包袱吧 女战事包袱 那天我们在群里 然后我最近刚认识小北啊 就是虽然久闻大名 刚认识小北 然后小北的微信头像呢 是他自己的照片 我就说 我说这个女孩是谁 他说是我自己 然后我说我小北 长得好好看啊 然后小北立刻 就羞耻了起来 朋友们 就是他好像被人夸 他也会羞耻耶 我现在又开始羞耻 真的吗 你现场表演吗 他现在开始无嘴 真的他脸红啊 你为什么会被人夸 会羞耻呢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就是 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 就是随便别人夸你 任何一个 我都开始结巴了 你是不是 他现在很热 想出汗 就是别人只要夸我 我都会觉得无地自容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你老师羞辱你 你也无地自容 有人夸你 你也无地自容 没有老师羞辱我 我就是感觉到有点害怕 就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都要看着我这样子 但是我没有那种 就是害羞 不是害羞的感觉 是我感觉到有一点难受 但是别人夸我 我觉得我是害羞 应该是这种害羞的羞耻感 不知道该怎么接 怎么接比较得体 咪仔要是夸你 你会怎么说 咪仔你好美好棒 这是我应得的 你喜欢表情 我就说不出口 我要学习一下咪仔 下次人家夸我就说 嗯我知道 就配得感 一定要非常高 配得感 对 你们刚讲的这些呢 我好像基本没有 就你说看电影那个稍微有一点 就我不会轻易地哭 有点感动了 我会忍一下 忍不住就算了 你们说到羞耻的时候 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情 是一个很具体的事 嗯 就是我有一次走在街上 我那天穿了个裙子 我很少穿裙子 所以不太有这个经验 嗯 就是穿裙子背双肩包的话 如果你一直走路 那个包有可能把裙子蹭上去 对对对 我时不时要扯他一下的 对对 尤其是很轻很软的那种 那天我穿的就是类似于 雪纺啊 沙呀那种 因为我不怎么穿裙子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应该注意这个事 等我意识到的时候呢 内裤已经在外面了 哦 真的很崩溃 真的 那你没感觉到后面凉凉的吗 就是不太对劲 可能真的就是凉凉的 然后我才 我才意识到 但是我 我当时真的 就这件事应该羞耻 说到羞耻的时候 我会突然想起他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遇到过 最羞的一件事 就不好意思嘛 突然一想 对 但是我不管是当时 还是我现在回忆起来 其实我都没有那种 情感上的羞耻 就我觉得挺平淡的 甚至有点好笑 我想了一下 可能是我大脑在保护我吧 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第一反应是 我的包有没有把屁股遮住 因为包比较靠下嘛 如果包能大部分遮住的话 其实也还好 因为它只翘起来一点啊 并没有那么光 那么光我们傻了吗 你知道女生穿裙子 有时候就真的只有女生 才懂这一趴 你知道吗 比如你上个厕所 然后那个内裤这样拉上来 然后裙子就这样被压在里面 卡在里面 你就翘这个三角裤 你就出门了 然后就有时候 我有过一次朋友们 然后就是有一个好姐妹 她在我走出厕所那一刻 她提醒了我一下 我真的非常感谢她 要不然我真的 就是穿着内裤出门 然后那天的那个内裤 还不是很好看 对 关注的点 好奇怪 我第二反应 就是在想 我今天这条内裤怎么样 有没有把我那种 特别旧的穿出来 已经丢人了 就不能丢人乘以二 算了我就不描述那种 来来来 这趴够 这真的是 我也觉得大脑真的很神奇 如此丢人的事 我竟然觉得还过得去 可能它太丢人 超过一个预值了 我大脑会把它处理成一个 从客观角度去看它 这样 以免我羞愤而死 挺好的 这样子人才能活得下去 朋友 这种出丑的 我突然想起来 我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出丑 但是出丑这种情况 我一般都不会觉得羞耻 就有一次 我跟我的室友 大学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 帮他追一个男生 真的是追 不是追求 是追 就是 他偷你东西了 不是 是那个 我的室友喜欢 就是隔壁系的一个帅哥 然后他每天就要蹲在 人家下课的那个教室 然后要跟他 就是看他去食堂 然后我要骑车带着他 跟在那个男生后面 然后一起去食堂吃饭 对 然后结果 你知道因为我在厦门读书 然后厦门有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穿拖鞋 穿假脚拖 所以我在那边也学会了 穿假脚拖 但我是有不会骑车 所以每次要追那个男生的时候 他都坐在我的车后座 然后他就一直在后面说 你快点 你快点 然后我就骑一骑 突然 那男生走这么快 就是他也骑自行车 所以我要骑自行车 追在他后面 现在听起来好像个变态 我就没说 我早想说了 然后最出丑的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车轮 就是那个踏板突然坏了 然后我的拖鞋 就从我的车 飞出去 飞到了那个帅哥的车前面 然后因为我的那个 拖鞋飞出去了 所以我的踏板也坏了 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踏住 我就和我的那个大学同学 一起在这个男生面前 啪击就是摔在地上 然后一只拖鞋飞出去 对 然后我当场就在地上笑到 趴不起来 就是那种在地上哈哈哈哈 就狂笑 然后我同学一直说 哇好丢脸 你快点起来 我说你等一下 我先笑一会儿 你去帮我把拖鞋捡回来 而且那个时候又是一个 就是下课去食堂的时间 就所有人都看着我摔在 摔在那个大帅哥面前 然后拖鞋飞到他面前 但我当时没有羞耻 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好笑啊 那你室友后来有追到这个男生吗 呃好像没有 没有吗 哎你好委婉 那就是没有 跟这交摔的有没有关系啊 可能因为我吧 可能因为觉得我太变态了 我有个非常类似的故事 我简短的说一下 就是有一个我贼喜欢 初二的时候贼喜欢的一个男生 然后我好像有一天就是想 迎着他上去跟他说话 在离他大概五米的时候 我叭唧一下 摔了个狗吃屎 朋友们 在他面前给他光磕了个大头 我忘了 我之后的事情我忘了 我的大脑开起了 就保护机制 你有爬起来吗 还是就是在原地 就是干脆摊在地上大笑 怎么着原地出病啊 就死那是吧 已经不活了 那你后来有追到这个男生吗 没有 大家悲惨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呀 就是偶像剧都骗人的 偶像剧都说 女生会出个大丑 然后男生就说 哇哦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主意 女人 不会 但这种属于倒霉啦 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些什么裙子卷起来呀 摔大娇呀 也不是故意的 我们就原谅自己 大脑保护的机制是对的 失忆 但今天我们主要想聊的不是这种啊 我们主要想聊一些呢 就是和不体面有关的羞耻 哦 什么叫不体面 大概我觉得会有两种解读吧 一种就是不文明没素质 这个我们不谈 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 不聊这个 我们倡导文明社会啊 我们更想聊的是另外一种 对于不体面的一种担心吧 具体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往下聊 哎 今天这个节目 我们三个人其实或多或少 还是能感觉到一些羞耻的吧 是 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怎么样去摆脱 比如说外界的一些评价 以及我们自己怎么去直面生活中 这种不体面的时刻 然后最终能够跟自己和解的一些故事 嗯 嗯 对 所以本期节目非常的劲爆 每个人都会分享一些 自己不体面的羞耻故事 哎 朋友们 说到这个我真的就不困了 你知道吗 感谢龙脚伞啊 能让我听到小北和柯子 不为人知的密室和八卦 好不好 来姐妹们把我那个下午茶给我端上来 你先来一个龙脚伞开开嗓 好 来来来 这就吃 对 呃 我先说一个就是 当时是在很多年前 因为之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 就最近离职了嘛 然后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状态 嗯 其实说好听点是自由 说难听点就是无业游民 就是失业 然后吧 对 但是其实在 在很多年前 我有一段时间也是没有去工作 但那个时候大概是在 应该至少有个15年前 这样很暴露我的年纪 但是大概在10到15年前吧 来我们现在开始算一算 啊 小北 他要不说我们还不想算呢 嗯 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刚辞了前面一份工作 当时是觉得比较辛苦 想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那一年我也没有去 很努力的去找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去出去跟见一些朋友 或者认识一些新的人的时候 大家最主要都会问说 啊 你在哪里工作啊 嗯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时候 你很难跟别人描述 你没工作这件事情 嗯 因为其他人都在努力工作 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在 大学毕业没多久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不流行躺平嘛 大家都流行说 每个人都得找一份工作 然后谁没工作 谁就是最无能的一个表现 所以那时候我现在回想一下 就是我还记得一个场合是 是在一个新的朋友局里面 大家每个人都说一下 自己是哪个行业的 做什么 天哪 对 然后轮到我的时候 我就说了一句说 哦 我现在在休息 我觉得我已经说得非常的委婉了 嗯 我说我现在在休息 然后当时呢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个 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有跟我说 他说 那你为什么现在在休息呢 我说因为就是我前一份工作比较累 所以我想稍微停一停 然后他说 那你打算停多久呢 我说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确定 然后他说 哦 他说是这样的 你再过几年呢 就是年轻人毕业就出来了 然后他说了一个很扎心的观点 他说到时候年轻人又比你便宜 又比你好用 而你这几年什么都没有做 这个朋友你给我拉黑他啊 就是烦人这种话听着 真的 好震惊啊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当时 现在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觉得他当时说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 然后我突然间感觉到就是 哎 好像有点道理啊 就是按这个年纪 按这个阅历的话 我应该在职场上去更努力一些 然后去做更多的所谓的职业发展 但我当时觉得说 哎呀我怎么每天就像个无业游民一样闲晃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 我当时觉得我有点后悔 那个时候我的确觉得没办法跟别人说我是没有工作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最近呢我又开始就是没有工作了就辞职了 但是到我现在就特别骄傲 我说我在躺平啊 我不用努力了 我现在就打算躺平了 我就是没有工作 很好啊 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变成了一件体面的事了吗 他跟自己和解 对因为以前我觉得的确不挺 我现在就非常会大声说 我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啊 然后他们问我说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我说没打算 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啊 对然后他们又会问我说那你怎么挣钱呢 我说会有办法的饿不死 对 你说管好你自己吧 就关你屁事啊 真的问的很多哎 这种人好笑 但没有我觉得他们是在羡慕 最后就说哇好羡慕你的状态啊 最好是把这话给我圆回来 羡慕 对所以我后来觉得说 其实当我们能大声说我现在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别人也能接受你的状态 但你越不自信表达的时候 别人就会越往下问 然后越问你就越不敢回答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 我觉得我有关注到我自己前后的一些变化 以及为什么我现在说出来了 反而我觉得很轻松 然后大家好像也没有觉得 你很不体面 怎么现在这么大年纪了 还没有工作什么什么什么的之类的 我现在觉得他如果这么说 我就说那你嘞 你工作也没有赚多少啊 来反家庭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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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礼貌的 对 小北说的这个故事 我有特别多的共鸣 因为他如果这个故事15年前的话 我这个故事大概也就是几年前 就是疫情那三年的时候 我当时是在欧洲生活 然后我真的找不到工作 因为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 然后我不会当地的语言 你这咋找工作 我就找不着 我都找不到 我就是这样子的 就可能是我这一代 或者是我自己的家庭啊 给我灌输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这个人 你需要有一个社会上的身份 你需要有一个title 对吧 你要有一个 要不你是一个什么经理啊 总监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人生 很有规划的那个道路 你知道吧 就迎娶白富美什么的 CEO 就好像只有这一种标准 就是对的 这种人生就是值得称赞的 我当时我长年来 在这样子一种观念里面活着 然后当那个时候 我找不着工作 然后我又回不来家乡的时候 我就陷入了一种 严重的自我价值怀疑 就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 没有贡献了 我消失了这个title之后 我觉得我是一个废物 就我是一个废人 完了我跟同学啊 或者是跟朋友 他们说你最近干嘛呢 然后我就会说 找不到工作 就真的跟小北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 你会觉得我好羡慕你们 可以每天上班打卡 然后可以拿工资 然后就觉得说 你到底在干嘛呀 然后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反复的告诉自己说 It's okay 你知道吗 就没有关系的 你不去在一个公司里面做班 你照样可以选择 另外一种方式活下去 朋友们 找不到工作的我 最后就开始做播客了 然后就有了黑猫是吗 然后你说 现在人家说你干什么呢 我说自媒体 因为你说播客 有时候还得解释半天 你说自媒体 完了 我的那些就过年嘛 就今天过年 然后亲戚朋友就说 自媒体 哇那你那个公众号 给我发过来看一眼 我说没有 就可能在他们眼里 我还是不干正事 但是我好像已经逃脱出了 那个所谓的社会身份 能带给我的某种禁锢 还是说我一塌来衡量 我这个人有没有用 我现在不再这么想了 真的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走出来的 是的 那我还有一个 就除了之前 就是没工作这件事情 我觉得近两年 我又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就是我以前是一个 不太跟别人起争执的人 因为得体的人是 对吧 就跟人讲道理 然后咱们讲文明 守礼貌 啊不对 讲文明守礼貌 也行 可以的 也行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 就算受点委屈嘛 然后中国有句老话 不是叫吃亏是福嘛 所以我总觉得 哎呀 对对对 我就说吃点亏也没啥 但是呢 就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突然就 我发现我自己变化了 就是我经历了一次 这个被污蔑偷猫的一个事件 对 这具体怎么回事呢 就是有一次晚上 就是我跟我朋友回家 然后有一只猫 那猫特别可爱 就突然就出现在 我们的车子正前方 就是我们赶紧踩了刹车 就没有碰到它 然后这个猫就开始喵喵叫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它脖子上是有个项圈 但项圈上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就是我们就把车门打开 然后那个猫就特别情人 一点都不像外面的那种流浪猫 它就自己跳进来 就进了车子 然后就趴在车子的前座上面 就非常的舒适 然后我就说 哇 这个猫好可爱 因为就是在我的 我家的小区门口 我一看就知道 肯定是有人丢了 或者是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 我跟我朋友两个人 就在那个小区门口 到处问说 有没有人丢猫啊 就是在问一些 沿街的一些店铺 是不是有人猫跑出来了 因为太晚了 所以根本也没有找到人 所以我们就在那个门卫室 留了一个电话 说如果明天有人来找猫的话 可以打电话找我们 这样子 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呢 就把猫准备带回去 但是因为我自己家里 有狗有猫 所以我很担心 就是这个猫 万一是被别人遗弃的 或者是有一些健康问题 就是也会影响我家的猫 所以我们连夜又把它 带去了医院检查 就稍微做一个健康检查 没有问题 我们才把它带回了家 那当然这个猫就是非常亲人 非常可爱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就收到一条短信 说反正这个人没有礼貌 就说你是不是捡到猫 然后我们就说请问一下 就是你是哪一位 然后他说 这个猫是我家的 然后我们为了何时 我说那你描述一下 你们家猫 比如说毛色啊 特征啊 或者有没有他的照片发过来 他就描述了一下 然后发现 好像的确是他说的这样 但是因为那天我们都在上班 所以我们就说是这样的 我说要不那个晚上 我们等到我们下班之后 再去把猫给你送过去 因为那个猫很可爱 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罐头 猫条就送给他嘛 对 我们觉得本来是一件 挺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 还要说清楚 我说因为你的猫 昨天跑出来被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带他去医院 做了身体检查 然后我那天检查完 特地留了个心眼 我就让医院 把那个身体检查的费用单 留了一张照片给我 然后我就发给他 然后他说没事的 我会付的 他说你把猫送过来就好了 那我想这个人还是蛮 就是上海话说蛮拎的轻的 你知道 然后中途的时候 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 他说你现在在家吗 我现在就过去去 他说你是几零几的 我说我们现在都没有下班 我说我们都在外面 我说你现在到我家 我家也没有人给你送猫 他说那好吧 好 结果到了晚上 我们带着猫 带着猫条去到那个老板 就是去到他的主人这的时候 那个主人突然就开始发飙说 蛤 对 他说你为什么要偷我家猫 当时我就 我就有点懵了 就是他说 外面这么多流浪猫 你不捡 你为什么抓我们家猫 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惊到 我想说这个逻辑是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说我们不是偷你的猫 我说是你们的猫 昨天跑出来了 正好我的车子开过去 碰到他了 我说我们才把他带回家 昨天我们也问了 没有人丢猫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为什么要带他出去检查 花钱 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碰到我家猫了 如果不是碰到我们家猫 你为什么要花钱 我说因为我家有猫 我就给他解释这个前因后果 结果他就说 你就是偷我家猫 然后他说 今天就是要 我就要报警 然后当时就是 报我 他就报呗 对 然后当时就是觉得 遇到了一些无赖 你知道我说好 我说今天如果你不报警 我立刻报警 我就马上报了警 他只是在打嘴炮 但我已经拨了 我就已经让警察过来 我说我在哪里 怎么怎么怎么样 就过来了 对 然后那个警察就过来了 他大概把这个事情说了一下 然后警察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警察就问对方说 你是不是不想给钱 对啊 对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偷我猫 怎么我还要给钱呢 凭什么把我的猫带 我问我的猫这么健康 就说了一顿 然后后来 那个警察就说 那你不想给的话 你意思意思 你跟人家商量商量 就是说跟我们商量商量 说你多少给一点 然后我就说 不行 我说今天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对 我说他自己看到了账单 并且他说了 他会付 而且今天报了警 他说我偷猫 我今天就认这件事情 但是我今天就要他付这个钱 一毛钱都不能少 然后后来警察说 他自己说要给你们钱 然后那个警察又跑去跟那个人说 你自己跟人家说的 你又不给了 然后就又把他说了一通 警察好惨啊 这都啥回事啊 对警察说 闭点大事 然后后来 他就一边骂骂咧咧说 好 我给你钱 然后你把那个账号发过来 我现在就转给你 然后嘴巴里还不干不净的 一直在说我偷猫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今天你说我偷猫是不是 你最好 哎呀这样 反正看着点吧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 你说我偷猫是吧 好 我说 你小心一点 你明天把这个猫看好 如果他跑出来 我还会去送他去医院检查 我还会问你要钱呢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发疯 你知道吗 就开始发疯 然后那个警察就说 算了算了 不要吵了 不要吵了 你今天把猫还给他吧 我后来的确是把猫还给他了 说实话 那个猫很可爱 但是 我就觉得这个主人 真的是莫名其妙 而且他的老婆 就一直在跟我说 哎呦 我们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的 说本来 这有啥不舒服的 对 他就一直在我旁边碎碎念 碎碎念 你知道吗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话 我说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要跟我说话 然后后来 那个老婆就一直 碎碎念碎碎念 追我追到小区的门口 然后从那以后 其实我说实话 我是很少会报警的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我跟他说 我后来跟警察说 这个钱我也不是付不起 我可以不要这个钱 因为这个猫找到主人 才是我最后 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就是不想过去 我一定要报警 我就算警察局 留了这些信息 也没有问题 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报警 而且我今天要 就是要他一毛钱 都不能少我的 所以其实我自己 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其实觉得 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是很怕的 就赶紧把这个事情 结束就算了 把猫给他 钱要不要也没有关系 就是这是我以前的处理方式 就觉得这样有点不体面吧 闹成这样 闹到警察面前去 是的 而且就是邻居都在围观 全部都在围观 就是那天大半夜的 然后我就被人说偷猫 小北你知道吗 就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啊 你当时不是让他 就把钱给你吗 我如果是我在那儿的话 我会再提出一个诉求 就是你要跟我道歉 就我觉得他污蔑你是 最不能忍受的点 你不觉得吗 嗯 嗯 对 我当时我可能会说 我钱都不要了 你跟我道歉 你凭什么是我偷你家猫 我没有这么做 嗯 你错怪我了 那你说对不起 我当时处在一个 非常发疯的状态 就是你说我偷猫 我就偷了 你这个路子 我也是没想到 对啊 就是我可以啊 你说我偷猫 没有问题 我就是处在一个 发疯的状态 啊 OK 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 跟他说道理 说我没有偷怎么样 我刚开始还企图 跟他说这个逻辑是什么 嗯 后来我发现 就是他发疯 你比他更发疯就好了 他不讲理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 跟他说道理 说什么道歉不道歉 他就很凶很凶的 然后甚至就是 感觉要打人了 就是那种动手了 你知道吗 虽然这个东西不重要 但是我想问问 多少钱呀 我也正要问 到底多少钱呀 值得两个人这样发疯 大概也就几百块钱吧 就几百块钱 这人也太那个了 对不是很贵 就是一个检查 就是猫的基本健康检查 就查一下什么猫温 细小之类的 每个医院都差不多 就几百块钱这样子 嗯 我说我钱可以不要 我也觉得不会太贵呀 又不是治疗 是检查 对不是很贵 就只是检查 不是治疗 因为他家的猫没有问题 所以那个事情之后 我就觉得说 你说我偷猫 我就偷了 我就是那种耍狠的猫 因为你没有办法 跟他讲道理 你只有比他更狠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跟你吵架 我也是在修行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觉得跟他们就是 你只能比他更狠 更凶 更不择手的 但是我不会就做这事 但是你就要用这个语言吓他 然后就是让他给我闭嘴 对对对对 不然你跟他说道理 他就觉得你是小女孩 他就欺负你 对 嗯 嗯 为你鼓掌 干得非常好 我觉得 疯得非常好 要什么道歉 不要道歉 真的是 就是要发疯 真是 小北太可爱了 你说这种转变 我有想起一个类似的事 但没有你这个这么爽快了 是 就你说因为你以前是很害怕这种吵啊闹啊 不体面这种场合 后来就经过这个事之后就觉得啊 这有什么就应该硬钢 嗯 我有类似这种转变 就是以前出去买东西或者吃饭 如果不小心点到了一些贵的东西 就我还没点啊 甚至都有时候就还没点 我只是看了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发现它其实挺贵的 我以前都不好意思放回去 或者服务员给你推荐 你说哎我想买一支美笔 他说啊那你看一下我们这一支吧 然后我就只能说好 我就只能说好 你也太好卖东西吧姐妹 我甚至都不敢问价 就是到结账那一刻 我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到了多少钱 OK 就很怕跟服务员说 哎这个多少钱呀 然后他如果说出一个我不能接受的价格 我说那我不要 那我就不好意思 就觉得这个就已经有点不体面了 我懂 显得我这人斤斤计较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 嗯 然后我的处理方案 我又不是大富人 我又没有多少钱 所以我的处理办法就是不轻易的去问 就只能这样去避开 后来 后来有一次是和我朋友去驱城市 哎呀可以说人家的名字吗 大家知道驱城市很热情 然后就是会有一个人一直跟着你 对 在给你讲解嘛 然后 哇真的 我朋友真绝了 我们俩从一进门 那个营业员迎上来 说哎两位小姐要点什么呀 我朋友说 我就是随便进来看一眼 我特穷 我身上没钱 然后营业员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你这话 我先告诉你我买不起 我看你拿我怎么办 是不是 对 那他说他不买人家也不能把他赶走呀 是啊 我也呆住了 营业员也呆住了 对 而且我觉得一般的那个处理方式 现在大家都说 哦不用什么 我就随便看看 这个已经我觉得是很体面的回答了 对 这是委婉的嘛 对 我不会说我很穷 我买不起 你不要跟我来 我很穷 太厉害了 对啊 我觉得我怕就是 就是硬上 就是摆明了 我不想让你给我退销 就是这个态度 也不委婉 哇 我一下觉得学到了 但有的东西真的贵到 你觉得他就是不可思议 就你们点菜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对 对 点菜也有 就有一次 你知道我长沙人 你知道吧 就我在北京吃一个某高档香菜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误入了这种歧途 哎 一个剁椒鱼头 他那个菜单上 他卖我六百多啊 六百多 然后那个夫人站到我旁边 然后就指着他 我说你们这个卖六百多呀 然后他就说是的 然后就这样定上他眼睛 我说为什么呀 对啊 杀鱼头吗 他就说因为我们这是什么什么的新鲜的 从哪空运过来 然后这个剁椒是多少多少年发酵 然后我看他说 我不要 对 哎我就是从跟我朋友去完 屈城市才获得了你这个能力 就是我现在就可以坦然说 哎这个太贵了 我不要 我与其会比较客气了 就是 因为一般刷也没有那么生气 我也没有很刁钻吧 我就是实话实说 我不要啊 我就去点这个凉粉吃 哎我又开发出一个新技能 嗯 就是可以跟服务员啊 你可以稍微的示弱一点 你说啊 这也太贵了吧 这个 哎这也太贵了 这个我买不起 因为服务员的收入 其实跟咱差不多 对 有的sales就不会 你要说买不起 他就会白眼你 或者是就是有点看不太起 哎我又不去那种店了 你去奢侈品店 当然是立马是了 我就是说普通的店里 其实服务员跟我们是一起的呀 你 大家都是工薪阶层 有什么谁看不起谁的呀 对啊 所以服务员他也不会有什么怨气 因为我是觉得进门吃饭 没有必要跟人家一进门 就搞得那么对立 哎 嗯 进去说 我做播客的 没有钱啊 不要跟我推销东西 我就稍微说的客气一点的话 服务员也就表示理解 然后他也就不会再给我乱推荐了 他就知道了啊 你就是 挺好的 对对他大师吃顿饭 他也不会怎么样 你没有必要就是 哎特别愤怒的跟他说 啊这么贵吃不起来 那那种的话服务员心里也不好受 没必要 我也没有那么跟人家说话 客气你不要妖魔化你 我真的就是充满求知欲的问他 为什么呀 我没有说你了 我就是说 嗯 这样的情况 就这个是我 一个转变吧 而且我觉得对我生活影响挺大的一个转变 虽然是小事 我现在会说 那你们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菜 好客气啊 小北 对啊 我会说那有没有什么经济实惠 然后性价比高一点的 稍微示弱一点 就是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弱点了 就是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 消费不起这个 承担不起这个的那种感觉 我现在能接受 这也不是弱点 就是我是谁就是谁 我也不怕你看 就可能就是这样子一种感觉 可能吧 以前还是想掩饰 现在已经不掩饰了 现在就躺平 没有工作也躺平 买不起东西 也躺平 也躺平 哎呦 哎但说我其实最大的一个羞耻 还是容貌羞耻 哎呀 这是不是大家都有 多少都有一点 有的 都有吧 有吧 有的 对我觉得说没有的真的很难 就是多少都有点吧 多多少少你身上都有一些 你自己会觉得还可以更好的地方 然后他往往就来自于此 对呀 我看到就是连 我认为非常漂亮的大美女 人家也会觉得 哎呀我哪里哪里不够美 我就现在坦然一点了 我小时候就是总觉得 特别的 比方说我皮肤黑 今天咪仔还夸我白 哎呀我太高兴了 你好白你今天 姐妹你真的白 今天真的是因为面前有个灯啊 哦好的 嗯 柯子的花名不是黑珍珠吗 嗯谢谢啊 他现在叫白珍珠了啊 各位我给他改回来了 真的很黑 吴小如很在意 因为咱们的文化里 黑真的就是等于一个巨大的容貌缺点 嗯 对 但你看这个不同的文化 它就不一样 你在国外黑就是那种生活健康啊 什么的中产阶级的标志 嗯对 但你知道这个事也会成为大家嘲笑的点 哎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恶意了 就是一个说的点 就说哎你看你这么黑 你就应该赶快出国 就这种话我都听过很多次 啊 哇天哪 就意思是你在 你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这个是缺点 你应该去你该去的地方 那你说你给我买机票啊 你来呀 别打嘴炮了 直接给我付钱吧 这种人真的好烦哦 我觉得人家也是一个开玩笑啦 好意 就是说哎呀那你出国了 就会成为美女的 应该发挥你的优势 就是这种意义 我不要这种玩笑 这叫嘴贱 然后真的皮肤黑是一个 我特别在意的点 就尤其小朋友 小的时候小朋友说话 是口无遮拦的嘛 嗯嗯 大家都没有恶意 我肯定也口无遮拦的 说过别人一些话 有 但是黑的各种笑话 我都听过 我后来有一个 就是我读研之后 有个师兄特别黑 他黑到 他的外号就叫黑子 他们班很多人不知道 他真名叫啥 哎那柯子 你现在克服了黑吗 算克服了吧 就现在我可以坦然的 讲这个笑话 而是真的很坦然 不是假装笑 心里哭的那种 尤其跟我那个师兄交流 就是什么 他说什么 为什么这么黑 因为我要在暗中保护你 这种 这是什么土味情话朋友 这个好好笑 突然一下被腻到了 哦哦好油 除野外的时候 我俩就不怎么抹防晒霜 然后老师说 哎你俩怎么不抹 我们俩就说 哎没有什么可视器的了 哦天 哎自我朝节也不错了 它是你会放松一点的那种 对对对 会让自己也好瘦一点 来我来自我剖析一下 我这个人因为遗传的关系 我就是腿短 我是一个55分的身材 然后我从小就很讨厌自己的腿短 且腿不瘦这件事 甚至就是腿粗 完了呢 我的腿粗还是就是有肌肉 加有脂肪的那种粗 就你可以想象啊 那个形状 但是我人活到30多岁以后 你瞅瞅我这搓脱了30年 我才悟出这个真理 就是肉腿是好看的 朋友们 特别是健身以后 肉腿我跟你说 就练都要练很久 我就是有 现在可态心了 对对对 对 嗯 我是健身的时候 我的教练才跟我说 他说其实最难练的是瘦子 就是瘦子 倒有要像变魔术 要把那个东西变出来 对这个才是最难的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真的 比如说有脂肪啊 或者腿粗啊 有肚子呀 什么手臂有拜拜肉 我觉得不需要太太在意 因为只要练一练就会有 对不要感到羞耻 小肚子 我觉得女生有一点小肚子 是性感好看的 朋友们 真的 快看一眼 我现在也接受自己的小肚子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医学上 是不是小肚子是有保护 女性的这个部分 原始代吗 猫的原始代 女性都有 对对对 对对对 女生肚子永远不可能平平的 因为你那堆器官在这放着呢 是的是的是的 那堆器官 我觉得女生有小肚子是好看的 我喜欢看 我也觉得是好看的 嗯 我其实早年有素颜羞耻 但是因为我的那个素颜羞耻 是因为我特别容易肿 我之前在节目里讲过 而且以前那个 我看那个 客子有看过 我早上起来 肿得跟猪头一样 就我没有办法 我是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人 但是你看现在就是我 运动完就好很多 早上起来就好很多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 我早上起来化妆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我肿得太厉害了 我必须要有所修饰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那天我要去见人的话 那我早上起来得大量运动 然后让自己稍微拖点水 才能恢复到正常的容颜 就是让我想到那个 周星驰电影里面 那个还我飘飘水 我懂我懂 对 有时候我会在很重要 很重要的约会之前 先去跑个五公里 但是值得我这么多的男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朋友们 我提问 跑五公里啥 又是你们刚说的脱水吗 我从来不知道 对脱水 对 因为我不太肿 我不了解这个事 但我完全没有素颜羞耻 就是我就是 素着一张脸 就是我的常态 可能我习惯了 但是我化特别浓的妆的时候 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真的吗 对 为什么 我大学的时候 曾经有一度非常喜欢蹦迪 然后蹦迪的时候 我是那种蹦到天亮的人 这种羞耻就跟你喝多了 羞耻是一样的 就是你天亮 穿着个高跟鞋 化着个大浓妆 从宫体那个什么 当时还有宫体北门走出来 然后爷爷奶奶开始遛狗 然后你就是 对 那一瞬间你会觉得 哇 我都干了什么 对 但是都是过去的故事了 对 我能明白那个感觉 我只有一种 就是喝多了以后 会发一些奇奇怪怪的消息 然后掉一掌前说 我都在干嘛 那个会 下次详细讲讲 但是我一般喝多了 我都是借酒装疯 我都是借酒装疯 我不是真醉 我真醉了 我是发不出去消息的 我但凡我说我喝醉了 然后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堆 其实那就是我的心里话 朋友们 就是酒壮松人胆吧 对 就是我 这样你醉到 醉到一定的初级阶段 它只是让你丧失了自控能力 其实也是醉了 你原本知道你不该干的事 这时候就可以干了 但是真正特别醉是完全丧失任何行为能力了 那就啥都干不成 而且我会自欺欺人 比如说我会发一些消息给一直想发消息 又不敢发的人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看我手机会有一些消息发出去 但是已经撤不回了 所以我会把那个消息删除 就假装没发生 然后我就自我欺骗是不是 对 就是你知道就是微信可以删除嘛 是 但是其实你已经发出去 但是就是我看不见了 我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很好 非常好 我们人就是得靠这个活着 不然 对 因为你在看的时候想说 哇 什么东西啊 昨天晚上 闪掉 吓死我了 我们刚才说到了容貌啊 素颜 而且还说到了身材嘛 其实我有件事情 感触挺深的 就是因为我常去健身 你知道健身就穿legging 是一件很方便观察自己肌肉用力的那一种穿着嘛 嗯 对 我有时候刷社交媒体 会有很多姐妹说 我穿一个legging 她很怕那个三角的那个内裤勒出印子 嗯 所以想要姐妹们推荐什么无痕啊 什么这一类东西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陷入沉思 想说 那条线就 你们会觉得尴尬吗 如果你穿出来一条线在那边勒着的话 我还好 你也还好 嗯 还没有特意在意过 你们都还行 因为我觉得穿这个就代表说 我穿了内裤而已 嗯 那不是很正常吗 人穿内裤才正常吗 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也能理解 为什么有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 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我是能理解那个出发点的 但是我始终觉得 怎么说呢 这种事情真的就是看你个人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嗯 我之前跟我的教练有沟通过 因为我教练是个女生 所以有可能我觉得不羞耻 是因为 就是不是男教练 但我的确问过他 我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无痕的那种 lagging嘛 然后他发了很多链接给我 他说多少都有一点 唯一的方式是光着屁股蛋 就看不出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就是宇宙的镜头 就是光着屁股蛋 如果你真的不想 别人看出来 宇宙的镜头是什么呀 是两个屁股蛋 不是 我就是想跟听众说 就是不要太在意 因为商家有的时候 就会跟你宣传说 哎我这条就是无痕内裤啊 很好看啊 实际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作用 因为穿内裤就是正常的 就像你穿衣服穿内衣一样 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 而且你的任何形状都是一个正常的人体结构啊 比如说大家有一段时间讨论了特别火的那个骆驼纸的那个形状 你会觉得说我人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啊 你过度的去关注他 你给他这么多attention 你反而就是让他觉得变成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你就接受你自己就好了呀 什么是骆驼纸 就是柯子那个骆驼的形状 就是女性的前面穿如果过紧的话 他会夹出一个三角区 就是会比较尴尬 对对对 我明白了 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说实话 我觉得那个三角区倒是可以避免的 跟你选的那个legging的版型有关系 其实很多从版型上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我觉得内裤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是如果前面那个三角区真的很羞耻的话 就换版型就好了 这个倒是很好解决 小北啊 你不是你现在西班牙吗 对吧 我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 怎么看就是击凸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我自己个人还是不太能适应 我不是你的原因 不是因为怕被别人看 是我觉得磨得很不舒服 是吗 我觉得摩擦不太舒服 对我不是因为觉得那个形状或者别人看我 但我觉得有些衣服的面料就是磨擦的非常的不舒服 然后我其实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不舒服 明白 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我在国内也住一段时间 有时候去国外也会暂时住一段时间 然后我就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下面 女性对于自己的就是这一点 它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是像欧洲越往南部对吧 就几乎没有人care 大家所有的人 你穿成什么样子 大家其实都接受 然后不会多看你一眼 对对对 但是你回到这儿 比如说这种亚洲国家 这个事情好像就变得很不可接受 如果你要是突然出现了基础的情况 大家可能都会就是这样便宜 然后就在那边窃笑 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真是觉得就是 在这个地球的不同角落 对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大不一样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中西方文化的问题 中国还是比较保守的 然后衣服的线条也不太愿意突出女性的曲线 对对对 然后对身材的要求也比较高 但是我像我在西班牙 就是有很多很多 就是在我们眼里可能觉得要么就是她太胖 要么就是太壮 要么就是太黑 就在我们正常的审美里面 觉得是不好看的女性 她们比我们可自信多了 我们都觉得好幸福 对 对啊 就是就是这样 对 她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甚至 我有时候上课女生嘛 就是换衣服 但是因为我们都穿运动不让 其实你怎么换都无所谓的 就是你想健身房 你也就是穿运动不让 你就发现西方的女生在练舞之前 就直接脱掉 然后直接换 她们根本不care 说什么有歌手或者吉他手 有男生会路过看 她们就大大方拖了 然后东亚的女生就会找一个房间 然后帘子要拉到严丝合缝 但其实里面也就是运动不让而已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对对对 那比方说你讲到会有什么歌手 吉他手路过 那她们真的会看吗 其实她们也不看对吧 不会看 不看不看不看 这可能就是区别 你在国内别说击脱了 你穿一个比较修身的衣服 在街上绝对有人看 总是有人多少会瞄眼 大看特看 对 有时候羞耻的 不是那件衣服是会有人看 老有人看你真受不了啊 就跟你做数学题 有人看你似的 这什么call back啊 数学题和击脱 不是柯子 我现在想的画面 就是我穿那个击脱的衣服 然后坐在那个黑板上做数学 说不出数学题 然后写个解冒 老师羞耻了 对啊 我的天呐 我们既然聊到这了 我还有一个羞耻 我是真的是那天我们聊出来的 就是关于性这件事情的羞耻 而且就性跟羞耻对吧 有很多可以聊 但我今天就想聊一趴 就是我在整个我的个人成长过程中间 我的父母 就我的家庭 是没有给过我一个很系统的性教育的 就是性这件事情 在我们家是一个非常禁忌的话题 这就导致一个情况 朋友们 我相信这个场景描述出来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 就是如果你跟你爸妈坐在那看电视 看电影 突然出现那种男女之间的亲密镜头 比如说接吻也好 然后那种就是抱在一起 然后马上要怎么怎么着 或者是一些亲热镜头也好 你知道那个客厅里的氛围是冰冻起来的吗 所有人都觉得动弹不得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 我要怎么办 就是我现在是起身走掉吗 那不是更尴尬 然后我待在这 我又就是 我都觉得我手脚都多余长出来 你知道吗 我就不想动 就好尴尬 然后那天我们聊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 对这也是一种所谓的羞耻感 就是因为你们不去谈论这个事情 它变成了一个 而且你要电视 它就会突然出现 你也没有一个预警或者准备 就是那怎么办啊 你们怎么办啊 我觉得我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有的时候羞耻是被教育出来的 就是我每次有这样的镜头的时候 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 我妈都会跟我说一句话 说演员这个行业实在太不卫生了 我以为要说太不容易了 他消解掉这个羞耻感了 那个尴尬 不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做这件事情 他转移话题啊 对就是不卫生 就是他会觉得这么多男男女女 就是一会儿亲这个 然后上一部电视剧 又去跟那个人抱在一起亲嘴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 有有 他说演员太乱了 他我还没有聊到娱乐圈 只是拍电影 我妈就会说不卫生 然后太乱了 所以会小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脏 就是我会觉得很不卫生 对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教育出来 这种羞耻是教育出来 但其实 如果父母能够正确的 跟我们去解答这件事情 或者是诠释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好像也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咪仔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后来有去跟你父母 讨论这个事情吗 没有 我三十多岁的人了 我现在都不敢 除了春晚 我不敢跟他们坐在一起 看任何别的节目 我就怕有俩人亲嘴 春晚应该不会亲嘴 然后你知道我爸干嘛吗 就真的出现那种亲热镜头 我爸就开始突然吹口哨 就估计他比我还尴尬 但是他小姐尴尬 妈妈就开始吹口哨 但是就更加尴尬了 朋友们 你坐在那吹什么口哨啊 还挺可爱的 不是你爸吹口哨 我脑补的画面真的 就是有一种很俏皮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你爸 有想要跟你聊 不然你吹口哨要干嘛 我就只能祈祷那十秒钟 半分钟什么的 快点过去吧 然后过去之后 大家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然后我就会找个借口 立刻说我要喝水 然后就走掉 再也不想看这个 不想回到这个客厅了 我觉得大部分家庭 可能性教育都不是很完整吧 中国就是这个国情 他想教育 他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们也没有一个很普及的那种系统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家里就是这个状态 但我个人是觉得吧 这种场面也确实不适合跟父母在一起看 我觉得别的文化应该也不至于说欢迎全家人坐在一起看别人那啥吧 这个肯定不太对 没有 对吧 对 那兔不及房出现了嘛 对 所以就是有些节目确实不适合不同年代这个辈分的人在一起 父母和孩子之间 这个性问题本来就应该有一部分的禁忌在里面 他是为了就是从文化上和生理上是为了防止乱伦之类的情况出现 所以你和你的长辈本来就不应该娱乐的去看这件事 他应该给你一个很好的教育 柯教授给我们分析分析 他应该就是理性的科学的给你一个性教育 但是你说你们要不要经常坐一起看亲嘴画面 我觉得也不必吧 倒也没有这个需求啊 朋友们 就是我不知道听到这儿各位听众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场景的 就欢迎在评论区你们教教我 我真的是在求助 我也很想知道 我家其实也尴尬 你家也尴尬是吗 也尴尬谁家不尴尬呢 肯定都尴尬吧 挺好挺好 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 就是大家都尴尬 所以我们可以留给听众 对 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跟父母讨论 一些就是亲嘴的镜头 对 要讨论吧 如果有哪位朋友家里这个场面不尴尬 你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们家是怎么处理的 对对对 应该还是有 环珠格格你们看过没有 就是赵薇跟武阿哥 不是赵薇跟所有朋友两人接吻 让我妈说什么吗 我妈说 你看这个赵薇的眼睛大得跟牛一样 他就走了 就是你妈只能寻找一些其他的 转移 关注点 然后对 来削弱清嘴这件事情 对对对 好苦恼啊 朋友们来快快来帮帮我们 是的 是的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 就是各种方面的羞耻 我觉得有一个羞耻 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 会不会都有 就是做播客 还有的 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有的有的 对因为我自己在想就是 我觉得做播客 这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但是我感觉我很难跟别人聊这件事情 为啥呀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我做播客是有一个起因的 就是最早的时候 李叔有跟我聊很多 说你要不要来录节目啊 我那个时候的心理障碍 是觉得说 哎呀我能聊啥呀 就是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 然后也没有什么故事 老百姓 就是我总觉得 就是说做播客的人 一定就是比如说 要么就是输出欲望很强 然后有很多故事 然后语言能力很好 声音很好听 总觉得他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 我都不符合 所以我就觉得 我很难就是对公众表达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公众表达 我是有障碍的 因为我很担心别人说 哎你看他好傻 你怎么说这种话 哎呦他又说错了这个 然后又说错了那个 就是我觉得 有好多好多的羞耻感 尤其是要接受一些负面的评价 虽然它不一定会影响 我的生活或者心情 但是我相信就是每个人 收到一些负面评价的时候 总不能说 啊没什么的 或者一点波澜都不起 我觉得是 很难做到这件事情的 然后我觉得这是 就是我当时的一个障碍 但是我觉得理数比较好的 是有慢慢的就是去 我差点说成勾引 就是引导引导 就是说出你的故事 朋友们 我们今天下午茶就是被这种事情准备的 这不是 就是双引号的勾引 就是慢慢的引导我去输出 然后去做一些 比如说他带着我去录一些节目 我会发现 好像也很舒服 就是像跟朋友聊天一样 让我觉得比较的安全 对 然后 对对对 所以我才慢慢的说 那是不是可以尝试的去做一下 然后这才开始有了跟柯子去录这个维他命的节目 但是现在我现在出现了另一个羞耻 就是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说 我再做一个博客 why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会说 那我要去听听看哦 然后听完以后还要转发给我说 哎呀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就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好羞耻 好羞耻 你是有一点 小北 你录下来的每一期节目 你会回过去听吗 不会 完全不听是不是 不会不会不会 不会 对 因为我就怕觉得 哎呦这里我没有讲好 哎呦那里没有发挥好 没有接好 然后又觉得 哎呦那天声音怎么这样啊 就是我也自己会给自己有很多的这种反馈 所以一般来说 我都很少很少去听 除非是有这个必要 比如有人跟我说 哪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 我可能会去check一下 但是你说我再去多听一下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难 所以我现在想想 我觉得做播客的这个羞耻来自于 一方面是公众表达 就是我很担心说错话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嗯 就是如果有亲朋好友听 我会觉得我暴露的太多了 就是会把自己完全的敞开 暴露给别人 因为很多说实话 在节目里说的故事 我都没有跟我朋友 甚至跟我的家人说过 嗯 所以我觉得哎呦 他们知道我太多想法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 去引导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羞耻的事 嗯 我跟你有同感 就 其实刚开始做 最担心的就是说 要把一个不完美的自己 展现到很多人面前 嗯 你平时不完美 只有你身边的人知道 而且大家互相之间 都看得到不完美 就没啥 对 可是你要录下来 放给几万 甚至可能几十万 那我现在上日谈了 肯定有这么多人 听到我的节目 前前后后 真的就是你要想到 有这么多人 他看得到你 你在明 他在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错一个 念一个错别字也好啊 或者是说一个 不成熟的观点 啊 有人揪的 有人揪 有人揪 对对对对 一定有人提出来 因为人家确实听到 觉得不舒服嘛 所以就会提 是的 这个也很正常 但是 是的 你需要面对这样一种 不太对称的这个信息 我也是花了很让人 接受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像你说的 就是有些故事 我会选择跟父母讲 有些故事 我会跟朋友讲 可是一旦你录到播客里了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 哎呀 这个也需要接受 我特别懂 对 比如柯子说我很穷 我没钱 对 柯子小北 我觉得你们两个 都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 就比如说 你们可能会要求 一件东西 我要做到尽可能的 给出去正确的信息 或者是一个完美的表达 这样子你会觉得 我达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标准 嗯 我有这种感觉哈 听完你们两个描述 嗯 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这样 嗯 是的 就始终在怀疑自己说 我是不是不够好 对对对 我也会这样 嗯 不能对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说 yes 就是难以接受 对 嗯 对对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老听你们节目 我觉得你们的表达什么 是越来越好 哦呦 所以完全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 真的我很爱听你们维他命节目 啊 记得多叫我来上节目啊 这个意思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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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我做黑猫也是这样子 因为黑猫 最暗类的东西 有很多涉及到 就是事实类的事情 包括有时候一个英文 发音没发对 啊 评论区是一定会有人指出来的 对 嗯 但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 谢谢你给我指出来 因为你要不指出来 我是真不知道 嗯 对 我不知道 那是我的一个盲区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了 你这发音不好 或者是你的这个事实 我记得有一次 我讲一个阿拉斯加的案子 然后说晚上11点 我说这个时候 天应该黑了吧 然后就有一个朋友 给我发私信告我 说阿拉斯加在那个月份 是极昼 哦 他纬度高 是黑不了的 对 嗯嗯嗯 我说要 我说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一定要把这一块 要把它改一改 嗯嗯 类似于这种 就是没有经过事实的 这种推测 不要去瞎推测 我会学到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好像很喜欢人家 给我提专业方面的意见 嗯 是专业方面的 哈哈 那你真棒 你这不得进步死了 你这 哈哈 啊 哈哈 但是有时候 我也会回过去听 我录的节目 嗯 然后我有时候听 想说我讲得真好 哈哈 人要给自己点鼓励 朋友们 要忽然活得太惨了 向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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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大爷 对 但我觉得现在 我好像能接受这些事情了 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 在录播客的时候 尤其是每一次 我们去想一些选题 然后想一些故事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梳理 啊 我人生中还有这样一件事 然后我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别人觉得啊 好好玩哦 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第二个就是 比如说之前我跟柯子录节目 录交朋友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选题 我都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可能还困在 我交不到朋友这件事情 尤其是 比如说我之前说 一个艺人不停地 邀请我们挨人 要出去玩 然后我就有很多很多的 心理负担说 哎呦 我怎么老拒绝人家 但我又很不想出去 所以我就自己在那儿 就是内耗 但是当时柯子 说了一句话说 没事的 你拒绝我们 我们艺人就会去找别人去玩 你们艺人真的 没心没肺 是吗 对 然后充分地证明了 我们挨人 就是他们艺人的玩具 你知道吗 但是这件事情也让我 是 对 就是这件事情 也让我释然了 就是我觉得 没事的 就是我拒绝了他 他会去找别人玩 也不会觉得我怎么样 因为他 他完全不来自于我的反馈 他自己来自于 我现在就想约个人出去玩 对 所以我就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非常非常的释然了 所以我们上次前两天 我们几个人在拉群的时候 我就说我要加咪仔 我就在群里说 咪仔我要加你 因为柯子之前 加哪位嘉宾的时候 有人说 就在群里面大啦啦的说 你先别睡 我先加你一下 因为对方嘉宾要睡了 这样不行吗 对啊 你就是强行要加人家 说他在群里 你先别睡 谁 先加我一下 然后我就说 哇 柯子好汉匪哦 就是那种强行扎入 别人说 你加我你加我 所以我先表一下粉级 其实我是黑猫的资深听众 我那天查了一下 我应该是黑猫的第九期 就开始听了 就很早很早以前 是吗 对对对 我是不是讲的贼好 对 讲的贼好 就是每一期 没不带这样的 我天 每一期我都有听 我可以给你看 我的那个 听的那个记录 是有记录的吗 是每一期哦 我感谢感谢 感谢这位听伙 所以当时加到蜜仔 我说那我要加一下 我要学会交朋友 然后 因为我没法通过群添加 所以你得跟我说一声 然后我去加你 对 其实我当时第一次加都没通过 我在想 哎呀 人家是不是不想 就我又开始了 我说 人家是个设置 就会是不想随便加他 那我是不是不礼貌 然后第二次 我又加的时候 没有没有 对 然后我第二次我就说 哎 他还是这个设置啊 那我要跟他说一声 所以我在群里说 对 蜜仔我要加你 然后柯子老师表扬了我说 哎呀 小北开始交朋友 努力交朋友 原来你有这么一段 心路历程啊 对对对 我完全都不知道 因为我以为就是你加了我 然后 其实你那天不加我 我也会加你的 你看 主要就因为你头像好看 又开始夸你 我们密宰这种艺人 就是我们完全意识不到 这个动作背后 你已经想了 我是爱人 柯子 看不出来吧 对 你们俩太汉匪了 然后 所以我通过很多事情 就觉得播客这件事 是帮我做了 很多很多的梳理 以及让我发现了 我很多都没发现的问题 对 然后他展示了我的很多面 可能比如说 我在工作中是一面 生活中一面 在我父母那一面 但是我发现在播客里 能有很多很多的面 然后可以去帮助我表达 即便是很多话题 也许不一定是我 那么擅长的 但是我觉得 听嘉宾的一些分享 我会觉得 也有很多收获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就能放下 这种所谓的公众表达的顾虑了 因为我就觉得 我就是要表达 对呀 对呀 就是我就是想知道啊 比如说怎么点菜啊 怎么看这款传啊 就是我就是想知道啊 我真的很想知道啊 对呀 所以我就觉得 管他嘞 就是先说了再说嘛 就是 对 很棒 很好很好 为你鼓掌 所以现在什么选题 我都想录 以前我做一个选题 我都跟柯子纠结半天说 啊 我没有东西可以说哎 然后两个人就 就会再说 哎呀 这个怎么聊啊 后来现在有选题说 可以啊 可以啊 都可以啊 完全放松了 对 对 我听到这一 part 特别开心 真的 还有转变 我虽然是个艺人 但我感觉我也有转变 一开始就是 不太能接受自己 做这种表达 因为你也知道 自己一定会犯错 一定会说出一些 对 对 不成熟 甚至是错误的东西 让所有人听到 就是不想暴露自己的缺点嘛 那种羞耻感 对 后来呢 在我又 比如听到自己犯了一个什么错 或者是 有一些不太好的评论的时候 我就会突然想到 这些事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我就是不完美 我的不完美 暴露出来 给我添堵 是迟早的事 是经常会发生的事 但是做播客 我这样大声表达的话 虽然不完美 但是它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好处 比如说认识你们 真的认识朋友 是我觉得 哇 播客带给我最大最大的好处 我现在此刻 我的生活里有一半左右的朋友 都是播客带来的 剩下一半是可能 我从其他的途径 或者从小认识的 真的能有一半是 通过播客认识的 我觉得这太值了 被人骂三句 换来一个好朋友 哇 是这么等价交换的吗 朋友 这只要以谁不想做 所以我觉得 对啊 勇敢说 一定会有收获的 自己也成长了 也认识了更好的人 你看看 所以我们仨做播客 还是很开心的嘛 对 说到头 是 难怪这期剪不了这么好 没办法 你知道吧 就是专业 开始了 开始了哟 但是有的时候 我录播客 也会担心自己 声音状态不太好 比如说我最近 其实是有点感冒 然后就会 嗓子一直不舒服 尤其像我们这种 女生在一起说话 就很容易 然后就一直 就是高能输出 你知道 然后每次录完之后 就觉得 好累 就是有一种 在隔空喊话的感觉 所以就会觉得 嗓子好累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吃 龙脚伞来护嗓 是的 真的在吃 我刚其实就吃了一个 来了来了 他来了 对啊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本来我觉得 哎呀 我们以前就是觉得说 如果是广告的话 怎么说呢 现在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 龙脚伞真的 我平时就在吃 贼顺滑就Q进来了 朋友们 对啊 因为我 我就是用嗓过度的一个人 我又不会什么 复视呼吸 就是在说话 说很多的情况下 就没办法 就是一定要吃龙脚伞 护出我自己 对 他是好吃的耶 他是好吃的 我没事会磕两颗 好吃的好吃的 因为我爱吃糖 对 他不把他当要吃 对 就是糖嘛 对 好吧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 羞耻的事 其实聊完感觉 也没有那么羞耻啦 都是很普通的 生活中的小小波兰 反正总之我们就是觉得 这些所谓的不体面 羞耻啊 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大胆的接受他 把他说出来 跟朋友们大声的 随一随这些事情 聊一聊 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对啊 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就算现在还没有接受 就是至少知道自己有这个羞耻 说不定哪一天慢慢的也就接受了 我觉得就是接纳自己 就是有各种各方面的不完美的部分 对 就 对 也不用硬要说这个 我不羞耻了 我觉得羞耻也没有什么呀 对不对 接受羞耻本身 接受那个羞耻也是 接受 对 对 禁止套娃 对 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有廉耻心的吧 不然我感觉 对啊 变成一个没有廉耻的日子 不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 落点不要落在 不要脸上 这可不行啊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我们三个人 个人的很多观点啊 就听到节目这儿的各位听众们 我相信你们自己身上一定会有很多 你们自己的这些故事 欢迎到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 来讲出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啊 或者是对吧 就是有一些碰撞之类的啊 很期待 是的 是的 欢迎大家留言 好 那我们本维他命栏目 最最受欢迎的环节要来了 来咯 这是我们的毫无推荐 股长 推荐 来 对 因为这次我要大声说yes的龙脚伞特别节目 我们也有特别的推荐 诶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各自最喜欢的这个龙脚伞产品 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用嗓子比较多的人 像我要带队啊 要讲很多话 而且我们都不用话筒 就是纯靠这个大嗓子在那喊 对 然后包括我上课 我教课 我也要靠龙脚伞来续命 嗯 其实在录这一期节目之前 我是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 说实话 他们最开始跟我说龙脚伞 我说什么东西 跌打损伤药吗 然后就被他们扫了一波忙 我说哦 原来是这个 首先啊 非常感谢龙脚伞 赞助本期节目 让我用到了一种好东西 我这一天在家里 他给我发了好几包 你知道吗 我不同的口味 在那边换着吃 好开心 哎 我跟米仔不一样了 我是龙脚伞老用户了 是老师嘛 哎 真的 就是靠龙脚伞吊着 每学期开学 有些课他会排在一整天 从早上到晚 真的 你就 就是肉脏可见的 他就 他就肿了 干了 肉脏可见 肉脏 真的需要吃 而且龙脚伞 我喜欢它 是因为它的味道特别好 所以你吃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 哎呀 我在吃药啊 很痛苦啊那种感觉 就还挺惦记的 是的 嗯 这会儿嗓子不舒服 就说哎 那我马上吃一个吧 我最喜欢的就是 他们那个白桃味的 里面是草本粉末加新的那一款 那一款 那一款热喉糖 好吃 那个好吃 嗯 我也喜欢那个 因为它吃进去就是外面是那种白桃味的糖壳 然后融化了以后里面就有护嗓的那个草本的那个粉末在嘴巴里 就嗓子就真的吃下去就会觉得很舒服 嗯 是的 是的 我去查了一下它这个工艺啊 就是龙脚伞它是有用一种特别的技术 把100微米超细微的龙脚伞草本粉末包裹在草本糖壳中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我每次吃都觉得挺享受的 嗯 我最近因为都在国外嘛 然后都在带队 然后每天都说很多话 就是全靠这个糖来润嗓子 所以非常非常推荐 对对对 包括这次我自己亲身试的经验啊 我特别喜欢 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款吗 嗯 最喜欢他们那个经典的薄荷口味 就是清清爽爽 然后它那个薄荷的平衡做得特别好 就是它不会一下给你凉到冲天里干 然后辣嗓子 对对对 它好吃的 然后是舒服的 而且呢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糖的设计包装有一点是 它是独立包装 你需要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放在包里 旅行也好 对吧 出门也好 它是很方便很卫生的 然后又便携 嗯 总之呢龙脚伞就是一个既好吃 然后又食用 守护我们自在发声的一个品牌 如果你也希望像我们一样可以大声无畏地表达自己 就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推荐 那这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不体面啊 羞耻啊 这些事 其实我们最主要想表达的就是你也像龙脚伞和小宇宙推出的播客企划 这次我想大声说yes一样拥有你自己的自在发声时刻 不被定义 不受外界干扰 为坦承 为改变去勇敢表达 并为每个说yes的时刻而庆祝 嗯 你有没有哪些想要尝试去大声说yes的不体面时刻呢 嗯 欢迎在评论区里跟我们互动 其实坦然分享这些小羞耻也许就是化解他们的第一步 我们将从评论区抽出五位听友送上龙脚伞和文化机构 哪一理想国共同打造的女性发声礼盒 里面有龙脚伞的这个经典润喉堂产品 还有一本精心挑选的女性发声的书籍 嗯 那么也同时呢 欢迎你收听本企划的其他节目 他们分别是宁浪别野 来都来了 和宴外之意 也多多关注龙脚伞接下来的其他活动 好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哦耶 朋友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各位 拜拜 大声说拜拜 拜拜 吵死了我 我期待那个评论区的羞耻 哎 羞耻故事 我再来玩 拜拜朋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